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以色列的北部城市海法 那么这里呢有一个海法港 同时以色列海法海军基地呢 也位于相关的区域 而此前有不少的媒体报道称 美国的海军军舰经常呢 就会停靠在以色列的海法海军基地 而我们这一次进入到海法城市的时候呢 也遇到了一个临时的检查站 因为从这里一直往北 大约40公里呢 就是黎巴嫩和以色列的临时边界 那么自从这一轮的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呢 在相关的这个临时边界的区域 以色列的国防军和黎巴嫩 真主党武装是发生了多次的这种冲突 那么刚开始都是小规模 而在这段时间呢 黎巴嫩的真主党武装是开始持续 向以离临时边界以方一侧发射火箭弹袭击 而以色列的国防军则是持续的来空袭 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基地 所以相关地区的紧张局势正在持续升级 其实越往北部行进 这样的一种紧张的气氛呢 就会越明显 此前以色列的国防军发言人曾经警告说 如果有必要的话 以色列可以在同时开辟两条或者是多条的战线 所以连日以来呢 以色列国防军也是持续地增兵北部 而此举一方面是为了来控制住北部的局势 而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为了来保证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带发起军事行动 我们一路前往北部地区的行进过程当中呢 发现公路的两边停靠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民用的车辆 根据了解呢 他们大部分都是被征召的预备役人员 现在正是前往北部地区的军事基地 截至到目前为止呢 以色列北部至少有24个村庄呢 是开始来撤离居民 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庄 它大概呢是离 以离临时边界大概是30公里左右 就在当地时间19号 以色列的媒体报道说 以色列的军队已经做好准备进入到加沙地带 但是以色列的官方并没有做出回应 有分析人士就认为说 像黎巴嫩真主党这样的一些外部的一些力量 他们是否会介入到冲突当中 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到冲突当中 都可能会影响后续事态的进展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方面呢 此前就表示说要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 进入到地中海的东部 美方的官员称此举是为了要震慑 可能会介入到冲突的第三方 我们也注意到俄罗斯的发言人扎哈罗瓦 此前是表示说 美国将航母派遣到地中海的东部 可能会增加第三方介入到冲突 从而使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风险 以上是总台记者陈慧慧姚书博 发自以色列北部的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